歡迎收看地球黃金線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 Manny潛意 距離2050年 全球淨零碳排放 只剩下15年 那你我在開車 是不是可以貢獻一份心力 那我們知道 在這個淨零碳排放的時候 是不是電動車最為環保 還是油電車 其實略占投籌呢 那我們來問一下這個Eddy哥 其實在這個現在浪潮當中 我們知道基礎設施 對於這個電車是最重要的 可是在還沒有完全的搭建 封沛完成之前呢 其實最近我們發現 這個油電車反而是銷售一直往上飆 這怎麼回事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根據這個天下的報導 就是2023年純電車 大概有這個1000萬輛的市場 那年增是25% 但是這個成長的趨勢 其實有點緩和 因為在2022年的成長的時候是58% 所以成長的曲線是下滑 那這個其實最大的原因 其實中國的這個15%的成長率 其實是在去年是有點拉低的 這個電動車成長的趨勢 因為有一些經濟消費的調整 那再來是 但北美還是蠻強大的 北美有50%的成長 歐洲27% 那台灣很厲害 總量不高 但是成長也是50% 這個一倍的成長這樣子 再來是美國呢 這個油電車 其實相對於來說有65%的成長 那很特別的是這個Toyota的銷售也佔了65% 那在這個油電上面的銷售呢 在美國市場 特別在美國市場來看 美國大市場 Toyota有64萬輛的油電車銷售 但特斯拉有65萬輛純電車 所以比起來的話 這個油電車跟純電車 是這個互相較勁的情況之下 還不一定誰比較厲害 在後市上 那這個中國的比較特別 中國其實蠻強調 就是有一個三重制車 他是電車 就是混混動車 再來是燃料電池車 所以這個三個都都會 應該說成為大陸的輔助的一些對象 所以他不僅限於純電車 然後在這個插電式混合上 也有很好的銷售表現 所以應該說 為了減少麻煩 可能這個油電車的節能的效果 方便又便利 所以我覺得是成長的一個主因 再來是很多電車的使用者 可能在使用電車之後的經驗 他有一些回流 跟朋友繼續購買電車 然後返回頭來買油電車 那中國因為全部都補助 所以其實也蠻推動電能的 所以這個插電是 因為他可以純電行駛某個距離 上下班的距離就用純電 那電沒有的時候用油 所以我覺得是更符合大陸環境氣候 那當然也跟我覺得基礎設施 在大陸其實應該也都盡量的推廣 盡量的普及 所以插電式的油電反而在大陸 形成一個很特別的流行現象 但是我另外覺得要觀察一個就是 燃料電池車其實在中國也有一條路 也是政府覺得可以協助跟倡導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未來可能 如果量產的車輛的價格可以更明確 跟量產的這個機會車種品牌多 那這有機會形成第三條路 好 謝謝Eddie哥 那可能在這個時候 不管是電車或者是油電混合車 其實還在相較競爭當中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旁邊有一個這個CG 我們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說在台灣的這個油車的前10名 我們講的就是省油的部分 那我們怎麼做調查呢 就是一年預計你是開15000公里 那這個時候呢 你大概每年耗費掉的 這一個油資大概是多少錢 比如說我們從後面幾名開始看 你看都是像Lessus 或者是Ignes的小車 還有我們的這個Toyota 那我們知道核泰集團 其實真的是榜上有名 非常多台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SWIFT呢 他有占到了第五名 再來是Raffle是第四名 第三名就是我們的這個Camry 都是Hybrid的系統 然後這個Artist 然後第一名竟然是我們的這個Honda Fit 而且Honda Fit其實從2021年入榜以來 就沒有再調出來過了 一直都是在榜上 而且他現在是第一名 那他這個行駛里程 可以到26.9公里 那平均呢 如果你開FIT 一萬五千公里 你一年會花掉的油錢 大約是在一萬七千多塊 我們是用這個95 大概差不多31塊左右來計算 那我們知道看到這個FIT 我們現場今天其實也有來了一台 我們就請這個老爹 直接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榜上有名 如果你今天不論其他的條件 你單純就是要省油省錢的話 這台是不是很好的選擇 這一定是很好的選擇 如果說你今天的買車目標 就是我的省油的這個數字 每公升的行駛里程 然後再來就是說 當然因為他的排量關係 他的稅金其實也 繳大概就是1.2到1.8 那個稅金也省 對 那當然就是說 你在空間上 你覺得就是說 我有這樣的一個尺寸 但是車內空間 我很好用 其實大概就這一台了 然後他現在的售價 其實兩種規格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 我不需要所謂的電油 因為其實我個人叫他叫電油 因為他剛剛你那個排行榜上 基本上你只要看到 Toyota Lexus 全部都油電 對 那油電因為他油擺前面 是因為他以油為主 電為輔 所以叫油電 但是因為這一台大部分 他是以電為主 油為輔 但是引擎他會驅動 我們等一下來介紹 但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沒有一定要 所謂的電油系統 你可以買純油 也可以 售價75.9 那如果是你覺得 這個EHIF不錯 那你可以買 就是加個7萬 但最省油的就是EHIF這個東西 當然因為他有電的輔助 然後我再講一下 因為他的每個月的銷售量 約莫都在700 800上下 其實成績是非常不錯 而重點是 他的這個純油跟電油的比例 你知道多少 7比3 7比3 就是說100台裡面 大概有70台是買 所謂他的EHIF 就所謂的電油系統 因為就像你講的 我買這部車 我如果可以更省油 Why not 而且重點是 但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買這個電油 然後這個電池 會不會造成什麼時間到了 要什麼要換 會不會相繼的成本更高呢 對 然後我跟各位報告 因為他的電池 換一顆換下來 假設壞掉 5萬5 這麼便宜 5萬5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買車買82 你之後就5萬5 等於是已經快7%的成本 但是我告訴你 因為他給的保固很長 10年20萬 但是因為我們可能電車開久了 聽到5萬5 就超級便宜 對 因為你手骨比較粗 像我們這種市井小民 我們基本上看到5萬5 我下巴會掉下來 沒有啦 其實我要 這不是重點 但是他的油錢可以省回來 對 這個第一個是油錢 但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 他的保固是10年20 電池 在後走 我們要拍給大家看 他是10年20萬公里的保固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你如果車 這部車 你開個10年20萬 基本上也回本 是啊 所以我覺得5萬5島還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外觀部分 如果你有看過上一代 你一定有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上一代走的是比較有靈有角 然後你看那個三角的大燈 就看得很銳利 但這一代我們走一個比較 稍微可愛的線條 而且這一代我覺得 很多女生也很喜歡 對 而且他這一代 我跟你講 等一下我們到側面介紹 因為他的開車視野 三角窗 對女生來講是很有善的 因為他有強調 比如說我的這個視野往下降了 然後往兩邊擴了 而且他的A柱的設計方式也不一樣 我們先來介紹這套電油 我先看一下引擎感 因為基本上他的整個系統 我可以跟你講 我試過所有的油電 只要是油跟電的混合系統 我覺得他這一套是最聰明的 而且這一台我記得當時候上市的時候 原廠還有邀請大家去賽道 然後去感受一下他的底盤對不對 對 但我們知道 我們講本田魂 本田魂 雖然這幾年本田只剩Type R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 他還是有魂 對 我覺得就說 EVEN是 比如說像去年引進的這個 Savik E-HAF CRV HRV 我覺得他在操控上的要求 其實我覺得本質還是蠻好的 這一套電油系統 這個1500cc的引擎 我先講 單他的馬力是98匹 扭力是13點多 你看起來好像不怎麼樣 但是你看他的規格表 他寫縱效是109 扭力是25.8 但是對25.8 然後基本上 他的那個數據 其實是馬達給你的 那我要講一下 就是你開車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轉速 如果你第一次接觸這部車 你會發現他的轉速 怎麼跟你的油門踩踏的時候 不是成對比 就那個感覺不太一樣 有時候又熄火 有時候又發動 其實因為他的引擎 就三個功能 第一個發電 第二個充電 第三個驅動 驅動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有兩組離合器 透過兩組磁筆 那這個驅動的那顆離合器 是直接驅動 就是說當你時速超過70的時候 你只要清油門 他覺得這時候 你在高速巡航 然後油門很清的時候 他就會切換到一組 0.805的離合器 的持筆 然後透過離合器去驅動 直接驅動前輪 這時候馬達就沒有作用了 但是這個時候 引擎還會持續幫電池充電 在必要的時刻 只要發現你油門踩中一點 或者是當你時速沒有到那麼高的時候 他就會以 切換到另外一組 2.454的驅動馬達的離合器 這時候就由馬達來帶動 所以他的油耗表現 為什麼可以這麼好 你知道他四驅 起庫 一般四驅在開車 每公升油耗之狀你知道 39.5 純四驅 你剛那個2.6 2.6是平均 是平均 含高速 所以他的一般 就是他的油耗跟一般的是顛倒 他是四驅很省 39.56 太厲害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買這台 是商家搬代步的話 基本上你的油錢會更省 因為他的系統就有點像我背著一個發電機 幫我的電來做供電 對對對 但是我剛剛講 就是說你看像Toyota油電 Lexus油電 基本上除了PHEV以外 基本上都是以油為主 那電就是小小的輔助 那他這一套 基本上我就說他是以電為主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到極度省油 你就可以的話就ACC 因為人肉有時候 你還是腳會忍不住會踩一下 或者是大小的這個差別 對對對 你的腳的控制絕對不會比電腦強 就是說如果你要以極度省油來看的話 但如果你上了高速公路 其實大部分就是開ACC 相對也是省油也方便 當然 所以說中和下來的話 那我們知道就是Feed 我覺得他這一代 你會看到其實他的第一個 他的這個前檔跟引擎蓋 基本上是一直線的 他頭非常短 對 頭非常短之外 他把他的前檔做得很傾斜 是 那傾斜當然就是說 對造型上來講 我覺得是相當帥氣 但是你看這邊有一個很大的三角窗 這個三角窗對車廠來講 他的A柱其實是這一根 對 不是這一根 這一根他設計的特別性 就是因為他要盡可能的 不要影響到駕駛的視野 因為以這個一般車來講 這一塊已經算相當相當大了 你看啊 對面那個葛蘭特的MPV 都沒有我這個大 沒錯 它是大車 對 它是大車 你看 所以我就說 其實本田在這次Feed的設計上 就是說他希望駕駛開車的時候 視野可以盡可能的 符合他的安全設計以外 重點是給你盡可能的視野 這我記得本田 綜藝廊以前有跟我們講過 機械最小化 空間最大化 對對對 所以你看他的後視鏡 也會特別設計在這個位置 而不是設計在側 有沒有 原來是這樣子 對 所以特別你在像弄 左轉右轉的時候 那個行人比較不容易躲在這個地方 確實那個地方死角是蠻多的 如果有比較明亮的話 比較安全一些 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 其實是非常不錯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內裝 它內裝這個是白色的 就白米色其實很漂亮 對 當然就是說 用一個比較有溫度的配色 然後跟它的黑色來做一個混搭 是 那另外當然就是說 車內有兩個這個數位 然後全彩的一晶螢幕之外 重點是我覺得這部車 其實你在開車的時候 它前方會有一個儀表 他會告訴你說現在電跟油 油跟電的供給跟驅動的狀況 到底是現在是馬達在給電 還是引擎在給電 然後我又有在充電嗎 還是我有引擎直接驅動 所以你在開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這些資訊 那我們需要有什麼注意嗎 開的時候 其實就是注意路況 你現在講的沒有錯 那個就讓他自己去跑就好了 對對對 就是你有空就瞄一下 因為你知道我們第一次試重車 我就會很好奇 對 現在是馬達 現在是引擎 你就覺得會一直想要去看那個表 然後你就會不自覺的 腳就你在控制油門 就會不自覺的就很省 你知道嗎 就是黃金右腳 通常我們都是油門稍微重一點 沒錯 但是你看到你看到那個表 你就會很不自覺的開始省油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設計是不錯 然後另外就是方向盤 雙幅式的一個設計 然後他也用這個米白色來做一個混搭 然後排檔桿的位置 他也有做一個調整 就是說在開車的時候方便比較就手 對 然後這個整個的這個座椅的舒適性 其實也蠻好 其實如果你這樣不說的話 我以為再來是純電車 因為整個內裝配置就是非常科技化 對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座 基本上這個後座大嗎 當然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車身尺碼裡面 我覺得fit大概是同級 最大的後座空間 而且他好像很多變化嘛 可以放東西之類的 對 那除了西部空間不錯以外 但頭部一定是非常好 那另外我覺得就是同級 大概也只有他有的一個後座的折疊功能 比如說這個把這個座墊掀起來之後 這樣就折起來了 對 這個比如說你要放這個盆栽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物品 這個空間很棒 對 就是以高度來講 這個你如果椅子沒有辦法這樣 基本上你沒有辦法這樣放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fit裡面 我覺得最吸引人的一個功能 因為他的這個椅子下面其實是空的 所以他折起來之後 椅子下面的空間也都被釋放出來 對對對 所以你這樣折起來 另外一邊還是可以做的 然後你如果要放下來的話 就把這一根有沒有 這根這樣立起來 哦就可以了 其實女孩子的操作也很方便 其實很不費力 對 對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尾部的部分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以他的LED尾燈 然後他的光調設計 其實當然也算是很有辨識度 然後在這個所謂的後箱空間裡面 當然我覺得以這樣的車場 你不能要求太多 不過基本就是說 比如說六四的椅子的分離 分離傾倒 這個部分 其實也操作上其實也非常的 而且他的後面椅背 我剛剛看到其實也有點斜度 所以坐後面應該也蠻舒服的 對 這個不會有人去懷疑 好 那這個呢 當然就是說你看他這邊還特別做了一個平整化底板 對 因為傾倒之後這邊有些空間 那他特別有這樣的一個平整化設計 我覺得是很好 就是當你在擺放物體的時候 那這邊我剛剛講 他的這顆電池就擺在這 如果下一代的E-Half有出來 對 這一顆電池如果變成大一點 是 比如變成四度五度 六甚至六度的話 我覺得他純電 他的油耗表現會更好 因為你純電的行駛的時間就更多 更長的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我我還蠻 真的還蠻喜歡這部車 哇太棒了 老爹帶來這麼經濟實惠的台車 來謝謝老爹 好我們剛剛看到的 其實都是這個以小車為主 那接下來我們來聊一下 那我們在休旅車的部分 我們看到第四名 其實他是RAV4 RAV4竟然可以以這個休旅車之資 排在這些不分區裡面 竟然可以打到第四名 我覺得很厲害 我們來問一下小溪說 為什麼一台SUV他竟然可以達到第四名 其實講到Hybrid的車款 以前江湖就流傳一句話 Hybrid只有兩種 一種是Toyota 另外一種是別的Hybrid 所以就證明說 Toyota做Hybrid 是有他獨到之處 那事實上證明 像我自己有過四部Hybrid的車款 其中三部就是Toyota 那Toyota的Hybrid確實在省油方面 還有整個細緻度方面的表現都非常的好 RAV4這台Hybrid 它其實是台灣的中型的SUV市場裡面 非常少見全Hybrid的車款 但是現在有很多車都採用48V 或者是12V的輕油電系統 那其實那個只算電力輔助 並不是一個全Hybrid的設置 那RAV4的話是一個真正的Hybrid的系統 所以以它這麼大的車身來說的話 它一公升可以跑到22.6公里 你就可以知道 剛剛這個老爹介紹的這一台FIT這麼小 也是跑20幾那RAV4這麼大也可以跑20幾 雖然差了好幾公里一公升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Toyota的Hybrid 基本上是屬於一個非常成熟的技術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街頭非常多的計程車 都是這個RAV4 Hybrid 那為什麼計程車司機要花100多萬來買這車 其實相較於油款的SUV來說的話 它不會特別貴 它有一個入門的車型114萬而已 所以相較於其他國產的中型SUV的油車款來說的話 RAV4 Hybrid其實是不貴的 所以當然配備上有一些差異 但是實際上贏取得的成本 如果犧牲掉一些配備的話 其實它是很划算的 再加上又非常的省油 所以當然對於油耗最敏感的這個營業用車 也會採用這個證明了很多事情 第一個省油 第二個很耐用 第三個後面脫手保值率也高嘛 所以這也是在市場上這麼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好 謝謝小夕 我還記得這個RAV4當初我還開這台藍色的 他這個不但省油 我還可以拿去跑沙灘 我就覺得他的這個整個系統做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剛剛小夕提到呢 Hybrid 除了這個Toyota 就是其他的以外的Hybrid 這個Andy哥已經按捺不住了 嘴角微微的拉起 那我們看到這個榜單裡面 幾乎好像感受到 怎麼歐系車沒一個能打的 結果呢 最後面來 Andy哥好好的說明一下 這個我們的Golf怎麼樣扳回一層 這個節能其實在歐洲車上 在歐洲市場其實相當重要 但是相對於日本車來講 我覺得用了比較多複雜的科技 即使就像考試一樣 大家準備的功夫不一樣 但是這個歐系車也花了很多精神來準備 等於一些科學的方法 我先講 這個是不錯的油耗效果20.5公升 也相當好 歐洲車其實一半都偏重 但是我覺得這關鍵在於說 第一個他用比較小的氣缸 我們可以注意到 其他的品牌都是還是維持排量不太改變 但是在歐系上他決定一定要 要節能一定要縮小排氣量加渦輪 所以他用1.03缸EA211的這個引擎 然後TSIEVO的款式來做八代 我們講八代的一個範例 死牛範例 所以也在數字上很好 他要怎麼樣降低行使的阻力呢 就是第一個他在氣缸內 他用等離子塗層 來讓氣缸的運作比較少阻力 這樣在滑行 我們來強調 我們講TOYOTA的油電 跟TOYOTA以外的油電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這個福斯採用 好多次大部分都採用這個滑行 就是ECO CUSTING的方式來讓車子在你離 油門離開以後 他氣缸歇止或氣缸停止轉速是零 這個時候其實就考驗說你引擎的主力 內部主力大不大 就是主力要小才可以一直滑行 一直滑行你一直不給油門 他就一直省油 但是滑行的關鍵是他的這個 我們講這個引擎 擋煞不會太明顯 所以這讓我有一個結論 就是其實歐洲人開車 就是油門跟沒有油門 所以他需要低速扭力好 所以用這個駕駛觀念研發出這一套技術 來讓沒有油門的時候就滑行 滑行的時候因為跟得快 主力小 所以不用再補油 所以他可能可以30秒一分鐘都滑 下次需要動力掉一點點的時候 再補一點點油門 速度跟上去了 所以不踩油門是關鍵 我們講到這個ACC跟車幹嘛的 自動調節煞車 油門就是因為不希望你多踩油門 也不希望你多踩煞車 滑行的時候只要踩煞車 就滑行就關閉 所以是完全的油門跟煞車 都不踩的滑行方式 這個是我覺得是福斯省有關鍵的科技 再來是他有一個E-BOOS的電斧 我們知道車子在低速起步的時候 比較耗油 因為需要力量比較大 而且這個排量小 所以他用這個電斧 有多12P在低速的時候 可以比一般的引擎狀態之下 快25%的時間達到一樣的力量輸出 所以換句話就是你在起步的時候 這個電斧的12P 增加12P跟50扭米的扭力 同時讓車子起步 達成使用者希望的順暢 而不是因為我要節能 我省卻了駕駛需要的低速的表現 然後變成比較虛 1000機器如果沒有問題比較虛 他還是要希望達到一個好的低速 扭力加速表現 再來就是這個整體而言 其實都圍繞著歐洲駕駛習慣 來做這個省油的方式的規劃 那優點就是這麼多的科技集成 是好事 可以達到一個好的這個表現 榜上有名 確定就是老了以後 那個修理起來 相關牽扯零件比較多 不像Toyota這麼的經濟 但是這個科技程度的滿足感 我覺得這個在德國車 在福士集團用的技術上 而且這個技術不是只有用在 Goff車款 是全集團的入門車 都用這一個系統來 搭乘這個省油節能的效果 好 我們謝謝Eddie哥 那聽起來呢 果然是這個日系跟歐系 跟省油的思路跟法寶都不太一樣 那在接下來呢 剛剛聊到那個積碳的部分 如果我們選對車款之後 那積碳的部分該怎麼處理 有沒有辦法自己處理呢 我們下一段繼續聊